10萬訂閱 又差你一個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今天這個大盤 終於漲了終於反彈了 這個像樣的反彈出現了 漲了246點 可是今天的這個大盤 為什麼會漲200多點呢 最主要是金融股 金融股就是跟昨天一樣 延續昨天的方法 就是用金融股一開盤先衝 然後搭配著大型電子股 也往上反彈 那昨天失敗的原因 當然是因為這個 很多人是因為這幾天跌到有點怕到 所以說一衝上去大家就開始賣 但是那個賣 不是一般人賣 我先跟你講 那接下來該怎麼去看 投資朋友 我們就趕快來進入到我們這個大盤 那這個大盤呢 在這個地方 投資朋友你要去注意了 因為今天漲了246點 很多人是幾乎是笑不出來 為什麼 等一下我再跟你講 可是呢 現在的大盤出現了什麼 來 二星中長黑 什麼叫二星中長黑呢 兩個的星線 然後呢 跳空出現了中長黑 就是我綠色的框框那個地方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什麼 轉弱的型態 對不對 可是呢 這三天呢 從上個禮拜五到今天 這個禮拜二了嘛對不對 剛剛好又出現什麼 二星中長紅 就是說上面剛剛好是一個二星中長黑 結果呢 三天之後又出現一個二星中長紅 那投資朋友 你認為誰到最後會贏呢 你自己去想想看 哪邊的力量會比較強 如果你單純看K線 你當然是看不出來對不對 我說過你還要看什麼 量價還有盤面的結構 所以這個路死誰手啊 我相信不用多久就會有答案了 那所以說現在投資朋友 你該怎麼去看 其實目前為止很多的股票 都已經盤頭成型 那這些盤頭成型的股票 你要讓他再去反轉往上 應該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甚至於比登天還難啊 因為畢竟已經套牢了那麼多的籌碼 也沒有主力再願意啊 再高檔 把他重新讓這些被套牢的籌碼 解套賺錢 他要花多少的銀子下去打這場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他只會怎麼樣 轉移目標 所以投資朋友 我今天跟你講的很多一些盤頭成型的股票 你自己要注意了 其實不止這些個股 我已經講過非常多次了 很多股票早就盤頭成型 那只是看他什麼時候去跌破 所謂的一個關鍵點嘛 對不對 那我們看飛鴻 飛鴻在這個地方 之前大家講說什麼充電樁 他是台尼亞這個投資他充電樁的一家公司 對不對 入股他 那時候就炒這個題材 把它搞到了多少 80幾塊 85塊以上 可是投資朋友 你的充電樁呢 你現在有看到很多的充電樁在我們台灣出現嗎 沒有啊 因為這樣充電樁有卡在一個問題 投資朋友 不是你想裝就去裝啊 你還要土地的問題啊 你的土地的取得 對不對 這才是重點啊 所以為什麼現在很多電動車 一直卡在什麼問題 就是因為土地的取得不易 那你要去安裝 設置這個充電樁 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簡單 甚至於比那個蓋這個加油站啊 還要更困難 那再加上現在大家電力又不夠 我們現在台灣的這個電供電的部分 也不是非常的足 而且呢 現在只要裝這個充電樁啊 社區會怎麼樣 會群其反抗 為什麼 因為電力怕會不夠用啊 甚至於怕會怎麼樣 這個所謂的電量過大 會短路 甚至於會失火對不對 所以投資朋友 你現在搞這個充電樁真的那麼容易嗎 所以這個啊 都是大家在畫的一個柄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柄啊 也沒看到 實際上的獲利也沒上來 所以投資朋友 這個你該怎麼辦 你繼續思考 好再來呢 TVC 在這個地方投資朋友 這跟什麼 車用電子就有關係了嗎 對不對 那我想請問你啊 你自己去看一下 其實啊 很多的個股之前的題材 大家拿來炒作的 那你可以去發現到 現在都已經上半年都過去了 對不對 那實質的獲利有沒有衝上來 百分之九十都沒有 所以投資朋友你看啊 這個攀投稱行 你又該如何去面對 好那再來就是金雀 金雀 金雀像這種股票啊 之前大家也是吵得沸沸揚揚 對不對 你看喔 他的兩個 兩個頭 盤整了兩次 那今天呢 把這兩個頭的低點也都跌破了 我想請問投資朋友 你去想想看 有哪個主力 還會再去重拉一次 把那麼多的籌碼吃下來 那要花多少錢 還要再準備第二筆資金 再去拉抬 因為你 你的第一筆錢 只是把前面的籌碼吃下來 那你還要準備第二筆錢 才有辦法繼續往上拉抬 有人會做這個事情嗎 假設沒有 我想請問你 像這種股票 你該怎麼辦 而且我說過啊 不是這種啊 只有精確而已啊 很多檔股票都是兩個頭 已經出現了 然後呢 股價也跌破了 這個盤頭的低點 那我想請問投資朋友 你去思考 這些股票未來會如何 還有一種股票啊 就是啊 你沒看到他幾跌 他就給你慢慢的跌 怎麼樣慢慢的跌 因為他前面漲的時候是幾漲 對不對 志勤你看 他衝的時候衝多快 衝完之後呢 跌慢慢的跌 跌了又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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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低點越來越低 高點也是越來越低點 結果呢 現在呢 終於把前面的一個波段起漲點的低點 也跌破了 這種套最多人了 投資朋友跟你講啊 以後什麼樣的族群會成為這樣子 我可以跟你講啊 軍工股啊 一定是第一棒的啦 你自己可以看喔 軍工股就是給你慢慢的 所以啊 你手上有軍工股的 你自己要好之為之了喔 會不會成為這樣 曾鴻不知道 但是等到他出現這樣的形態 你後悔都來不及 你看很多人事情喔 打死不退 融資還是在上面 認為有機會 為什麼 每次跌的又反彈 所以你就不想出 那甚至於有人還想怎麼樣 拉回找買點 因為沒有急跌嘛 所以我說過啊 其實股票急跌不恐怖 為什麼 因為你急跌就不會想買了啊 甚至你想先出場 對不對 可是呢 慢慢跌 你不但不想出場 甚至於還想拉回找買點 所以就越套越多人喔 那再來就是像利德 這也是盤頭成型喔 就不用再多講了 所以投資朋友 你繼續想看 如果你手上有股票的 這種股票的 類似的 你自己要該怎麼去面對 而不是看著大盤 漲了兩百多點 你開心得起來嗎 沒有對不對 那還有更詭異的 對不對 投資朋友 我相信啊 今天大盤漲了這個兩百四十六點 你絕對想不到的一件事情 是什麼事情 是什麼事情 就在這邊 大盤漲了兩百四十六點 一堆的腰股 躺在地板上 幾基 十二基 沒有這個 我看啊 除了這個升保不是腰股 大家比較耳熟能詳之外啊 其他的都是近期啊 在噴漲的股票 尤其像是什麼 協議機 對嗎 一直漲停 漲停 漲停 買都買不到 趕快去排隊買 好不容易買到了 對不對 不好意思 今天開盤 一隻怎麼辦 跌停板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那除了協議機 還有什麼 高峰 金蓮 國炭科 東點光電 當然中華盛世之前大家怎麼樣 一路往下買的股票 好 再來呢 華金 台生財 友禁 逸潔 逸潔 逸潔已經跌第三隻跌停了啦 所以投資朋友你去看 這一些的腰股 為什麼會在大盤漲了兩百四十六點的時候 反而出現了跌停板 對不對 這年大盤漏的時候 這些腰股也沒跌停啊 為什麼今天大盤要漲兩百多點 他反而要出現跌停板呢 是誰在出的 絕對不是散戶嘛 散戶不會在漲了兩百多點的時候 把股票 心甘情願去殺在跌停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沒錯吧 你說今天大盤如果是跌了三四百點 你去認賠殺殺在跌停 我覺得有可能 可是今年是大漲兩百四十六點耶 有可能算好他去這樣做 不可能的事情喔 那既然不是誰這麼做 投資朋友你去思考這個問題喔 那我們就從這幾檔裡面來看 我剛剛所講的 我說這協議機 是上漲以來第一次 開盤跌停鎖使 第一次喔 所以投資朋友 有人會跟你講這叫洗盤對不對 市場會跟你講 那沒關係啦 那叫洗盤 那你繼續想想看 他是第一次出現這個問題 那你認為他是洗盤 還是壓低出貨 好 聖寶 聖寶 他不是腰骨 大家耳熟能詳對不對 搞不好你家店裡面 也有買聖寶牌的 可是投資朋友 他拉了兩根漲停之後 盤盤盤 好久對不對 盤整的很久 大家看他突然急了 每個人都叫漢地拔衝 要大漲一波了對不對 真不好意思 今天大漲246點的時候 他卻要開低走低 打到跌停板 你認為這誰會做 賞會做這個傻事嗎 應該不會喔 那這個傻事是誰在做 哪個傻瓜呢 所以這個傻瓜出現之後 是洗盤還是壓低出貨 你繼續想清楚 好 再來呢 華洪資 有沒有 詳細不是跟你說 我跟你說什麼 那叫做導狀反轉 強空型態 有沒有 好 今年大盤不是漲了兩百多嗎 昨天開高走低 他也是一開盤沒多久就下去了 昨天大盤找盤的時候 不是還漲一百三十幾點嗎 但是這檔股票沒有 開盤就開始跌停板了 今天一樣 今天還比較好對不對 還有衝上去一下 你以為怎麼樣 又要再來一次對不對 沒有啦 繼續跌停 所以投資朋友 又是哪個傻瓜 在大盤漲了兩百十六點的時候 他把它繼續的灌壓下去 出現兩支跌停板 你可以想清楚 到底是什麼傻瓜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投資朋友很多事情 不要被這個大盤的表面 你把它認為說 這個地方還有機會 還要再往上衝 我說過 其實目前大盤就是這樣 只要有那麼一天 大漲 大家就完全放下了戒備 對不對 快買 快衝 快用 那未來的答案 是不是如你所願呢 投資朋友 你自己去評估 你自己去思考 好那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也預祝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我們明天見囉 所以你需要的是 也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到實地的方產業 旅財收看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旅財收看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